那同学们可以看到 首先我们来看Skyler的构造 我这里一共总结了大概有这么两点 需要同学们知道的 第一个我们看这里 Skyler操练的构造说明第一点 内有一个主构造器和任意数量的辅助构造器 这个在前面我们说过了 而每个辅助构造器都必须先调用主构造器 也可以间接调用 说过了 那么我们直接给它看一个代码 看看这地方它会输出什么内容 好 这段代码我已经准备好了 一个是person 一个是继承了它的person 我们把这个流程简单再看一下 好 来看一个案例 把这个案例先拿过来 Skyler的一个构造 写到这来 好 新建一个文件 好 写个object 叫什么呢 Skyler Skyler的一个base constructor 好 然后呢 这个就不点了 往下走 写一个 主方法 好 把这个代码写到这 我们来整理一下 同学们看这边这个逻辑呢 特别简单 它是这样子的 我这里有一个负类 有一个负类 是person 好 这里面呢 我这里故意写了一句话 叫三三 这边输出了一个person 好 然后这是一个子类 这是一个子类 这个子类呢 它是干什么呢 它继承了 这个employee 它继承了 它继承了这个person 好 这个名字可能到时也得改 咱们改成这个600了 该 好 这个改一下 不然的话 待会儿肯定有名字重名 600 好 这600是不是已经有过了 我刚才在提示 好家伙 它这有了好像 那还得升下几啊 700 700它是 上面没有 700 因为这个名字不好想 我又不想把它写在一个文件里面去 所以只能这样子了 那么大家看这里呢 这是阻挡器 然后这是z 这是z 这是一个辅助构造器 对吧 辅助的构造器 哎 构造器 然后这里面呢 我调用了一下 主构造器 这地方如果不写的话 会包错的 不写肯定是包错的 写上这 然后这里面呢 调它 最后调用它 我们现在呢 来构建一个子类 好 vl employee 等于6一个employee 700 好 同学们 我们在执行之前 我们自己来分析一下流程 然后再执行啊 我们分析一下 它的执行 执行流程 好 第一步 首先 同学们注意 注意 你在这儿调的时候呢 其实它是等价于这个写法 它是等价于这个写法 也就是说 当我们去走这个对方式 它是先去执行 xtens后面的这个代码 即执行 这个东西 再说一遍 首先 先执行的是 我们先说 因为 因为 斯卡罗仍然遵循 遵守 遵循什么呢 遵循 遵 遵守 斯卡罗遵守 遵 遵守什么呢 遵守 先构建 先构建 附内的 附内的部分 那么这样子的话 它其实先执行的是这一段代码 existence后面 这个东西 当然 苏老师 参数怎么传进去呢 待会我们再说 如果你这有参数 也是可以通过这地方传进去的 那 即 第一步 那这样子 它就会先执行这个 这面内容 那就先输出了person 这句话 person这句话 这是第一个动作 紧接着呢 这个做完了以后 这个做完以后呢 它就去执行 它本身的这个组构造器 也就是 它先执行 这个副类的构造器 这个构造器 然后呢 它自己再执行这句话 好 第二步执行什么呢 就这句话 这句话 这句话是什么呢 是 我们employed的组构造器 这是它也是要执行的 employed700的组构造器 好 紧接着呢 第四一步 第四一步 它就去执行自己的下面的代码 那这个时候呢 它会把这个字付给它 这肯定的 这个肯定不用怀疑 然后再执行这句话 好 我们这个地方执行的效果 就是person employed employed 这个辅助造器 我们执行一下 好 跑一个代码 怎么又有变化了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跟我们 怎么没有跑起来 不对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刚才我们分析的 有点小问题 因为我这没有传参数 我这地方 大家看 我刚才分析的 有个小问题 就是前面都是对的 这个也是对的 那为什么没有输出这句话 是因为 我在这个地方 直接掉的就组构造器 我没有掉这个 我没有掉这个 如果我掉这个的话 就对了 这个地方是 从这个来看 是没有这句话的 什么时候有这句话呢 下面我这样写就可以了 employed 2 等于6一个 employed 700 如果我传的有参数值 比如说叫做 这个marine 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那就是 还是执行 先执行它 再执行它 最后执行这个辅助造器 好 那这样子 下面这个代码 就应该是执行的 刚才一样的了 这就是 这个地方就会执行 刚才我们说的这句话 这个就没有这句话 好 为了以示区别呢 我给它来一个换行 好 写到这儿 好 我们执行一下 好 我们执行一下 看这个结果 就应该跟刚才分析的一样了 跟一样 好 讲到这儿 我们再做一点小小的扩展 小小扩展 那么 我们现在来写一段代码 如果我这样写了 我们来看代码 有没有什么改变 来同学们 如果我在这儿加了一个东西 代码会不会爆错 比如 我这里面有个name 比如说叫做pname 实罪 好 同学们可以看到 当我这样一写呢 马上就爆错了 那 但是我也把这个给他 pname 那么爆错的原因 同学们可以看到 是在这里 因为 你在这儿调用的时候 同学们看到 你在这儿调用的时候 他先走这个地方 他说 哦 你要去调用一个person 700的一个构造器 没有 因为你主构造器 有参数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如果一定要把这个代码填完的话 那你没有办法 你 你就这样子 这种情况有两种 那就 你反正一定要给他提供一个方法 那就这样写了 那我就假设 我就要这样接受 你就 z z 好 我专门写一个方法 好 然后 这个地方 也要调他 负列的构造器 组构造器 那这方面我们就随便填一个字吧 比如说一个默认 默认的名字 默认的名字 好 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样代码就过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来看 执行流程是什么样子呢 假如我这样写 我们来看看 这个执行流程是什么样子 我找一个同学分析一下 比如 现在我们再看一个案例 employ3 我找一个同学 说一下他的执行流程 employ 我还是传入 我还是该传入一个 比如说传入一个叫做 这样 史密斯 好 我们来分析 分析执行 执行的顺序 执行的这个顺序 执行的顺序 好 我找一个东西说 第一步说是什么 我找一个同学 名字叫做李大帅 来说明一下 大帅来说一下 第一步应该说是什么 这个 这个东西应该输出什么 person 是这个 是吧 是输出这个 person 是吧 第二个呢 默认的名字 是这个 是吧 第三个还有输出吗 还有输出没有 我往下面看一下 给你下面看一下 还有没有输出 斯密斯 穿的是斯密斯 还有没有输出 要是EMP 好 第四一个还有吗 是不是按理的说法应该只有这个可输出了 是吧 好 是这个逻辑 那么请坐下 大帅请坐下 我们来执行一下 看看这个结果 是跟他分析的有没有 是不是一样的 好 看一下 那么为了好看呢 我这打出一些信号 进行一个间隔 来 同学们 执行一下 好 我们看看这个顺序 走一个 刚才我点一下 那个就对了 老提示我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跟我们想的好像是有一点区别 是吧 是不是默认的名字 这个不是打印的 这个默认的名字 我这应该没有打印 是吧 我没有打印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名字打印一下 看看 他可能想看一下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这把这个名字打印一下 好 打印一下 我们再来看 这样子跟他想的是不是一样的 走 执行一个 好 我们可以看到 person默认的名字 employ 辅助个道器 是正确的 完全正确 这个他分析的是OK的 我们简单再看一下流程 来 走一下 首先 他执行employ 700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会找到哪一个呢 其实这时 他找的应该是这个构造器 对吧 他找 那么他找这个构 对不对 实际上 我刚才说 他虽然是找的这个构造器 找这个构造器 他其实是这样子 同学们 刚才我们这个说的是 有点小问题 他其实仍然是先走这段代码 你看 虽然你这写的是这个构造器 但是他找到这过后 实际上这地方是不是又掉我们这个 掉这个主构造器了 所以说 你传了一个史密斯 他走的的确是这 但是你这 必须要掉主构造器 所以说他又到这来了 他一到这来 准备执行的时候 他发现 这个他是继承了一个person的 于是乎 他就会去找这个person 对应的那一个构造器 哪里呢 这 这 那么他找到这的时候 他知道 我这个地方 也调用了他的主构造器 就是副类的主构造器 是不是这个道理 于是他就先执行person 那person完了过后呢 再去执行 默认的名字 好 这个这件事情就做完了 做完以后呢 他去执行自己的主构造器 最后才执行这句话 因此呢 刚才这个分析是正确的 好 这个我们就说到这里 说到这里 这是可以的 好 同学们 那关于这个第一个这个流程 我们就说完了 好 把这个scylard的主构造器的第一个点 我们整理一下 也不难 就是把这个流程给他走一下 你们知道就OK 因为你们现在呢 也并不是说 并不是说是零基础的 说是这都 提嘴 你们就知道了 好 往这一写 那么把代码给大家板书过来 把代码给大家板书过来 好 刚才呢 我们举了这样一个小案例 加深了一下 对操类流程的一个说明 好 写到这 那紧接着呢 我们来看第二个地方 注意 这是语法了 注意 只有主构造器 可以调用复类构造器 这个很郁闷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纸类 它能够去调用复类 它只能找一个 你看原先夹王呢 我可以选 对吧 在这里呢 主构造器 可以调用复类构造器 只有它可以 那么辅助构造器 不能直接调用复类的构造器 在Skyler构造器中 你不能用Supery来调用 那我举个例子 请看这段代码 请看这段代码 比如说 大家看这里 我这里有一个person 是个Fullet 那么这里有个imploy 这个imploy的参数 怎么传给它呢 可以传 就是刚才我们在研究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在去构造一个纸类的时候 我怎么 有没有办法把纸类构造的参数传给它 可以 你看这儿 这样就可以传过去 也就是你在这边 通过这个主构造器 形参可以传给这个 副类的这个构造器 当然这个构造器是谁 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选择 这个写法是可以的 将纸类的参数传给 副类的构造器 这种写法是OK的 但是注意 我们不能够在这里面 直接调Super 这个在主构造器 是不能调的 你看 也说老师可能有些人想 我Super 点内蒙一下 这个是错的 你也不能在 也不能在辅助构造器中 调用副类的构造器 也说你这样写 也是错的 你这样写 也是错的 那么我们简单的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 我就以这个为例吧 比如说你不能这样写 说老师 我想在这儿 去调用一下 Super的一个 无参构造器 那么这个地方就直接报了错了 这是在这儿不能用 刚才已经说过了 那么你在这个辅助构造器里面 也是不能调的 你也是不能调的 你Super 也是不能调的 好 你看 这也是不能调的 也说我们不能在这方直接调 它的出口只能从这儿 就是我要去调复类的一个构造器 我只能从这儿 从这个地方走 也说不能让你想选择 那当然行参我们要传进去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 说老师 假如我这边要 要去给这个PNAM进行一个构造 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 你比如说像我这样写一下 请看代码 我写一个 E 我待会找一个同学说一下 这个结构是什么 使尊 好 然后呢 我可以把这个ENAM 通过这儿传进去 那如果说 我这样一写的话 我这样一写的话 同学们 我这样一写的话 我在这儿调的时候 你看 这时Employee 我再传一个这个东西 你看这地方报了一个错误 我看是什么原因 这上面Employee 这些都错了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地方的原因是 不是因为我这个 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构造器了 是不是 所以说为了以示区别呢 咱干脆这样子做 我再加一个以示区别 我纯粹为了区别 所以说呢 大家看一下 E name E age 我就随便写一个 好 可以 这样就过了 这样就过了 那么 大家看 这个地方就代表 我能传 这个 我给他写的 我重新再构建一个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负类 去用你的这个参数 我是可以选择的 也就是说 你有两个 我用一个也行 你有三个 我用一个 可以 你甚至有两个 我一个都不容易 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有我的选择 我有我的选择 好 那现在呢 我再重新构建一下 我待会找一个同学 说一下这个结果是什么 来测试一下 再 再测试一把 OK 好 We are in P 是 等于 六一个 employee 然后呢 这时 我们传一个 名字 叫Terry 然后再传一个10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他报了一个错误 我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这地方是 对 七百 没有那四百了 大家看这里 我们来分析一下 如果这样走的话 其实 他是这样走 把这 他 他是不是直接走到 我们的组构造器 然后再掉 person的一个ename 就走到这来了 对 走 不是走到这 走到是这 这个 刚才说错了 走到这 那走到这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他先输出person 他是不是要输出这个person 输出这个person 输出这个person以后 输出这个person以后 那么是不是 附列这个事就 就完了 是不是就完了呀 没事了 因为 我这就走着他 好 这就完了 名字是不是也给他了 就像P name 是不是也传进去了 也就是说 这个P name 也完成了 那就说 这个地方呢 到此 这一步 我们的这个name 就已经 这个时候这个name 注意听 这个name就已经是Terry了 Terry 好 然后呢 这个做完了以后 他去走他自己的组构造器 这个时候会输出employee 这个时候跟辅助构造器 没有关系的 同学们 好 那么走到这边来 走到这边来了以后呢 是不是就 就完事了 就完事了 好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子 我们输出一下这个名字 好吧 我们输出一下 比如说 soinfo soinfo 我们看看是不是 那个Terry 是不是Terry 好 朋友们 我们输出一下 我们就说 这个雇员的名字 的名字 是 是多少呢 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输出 就是 我们就直接输出这个P name P name 是name还是P name 是name 拿过来了 其实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获得 那么我们再来调用一下 employee 点 showinfo 好 这个方应该输出是Terry 这方应该输出是 雇员的名字为Terry 对不对 这样就可以了 来 我们运行一下 让大家应该很清晰了 再试试了一把 好 首先会输出这句话 再输出这句话 最后输出雇员的名字 为了好看呢 我给大家来一个分割符号 这个分割符号 我们换一个别的符号 百分号 好 同学们请看执行效果 跟我们分析的 对不对 代码有问题 这上面的问题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我把那个都拿掉了 没有了是吧 这有两个参数的构造器 这有一个 那我再补一个 再补一个 算了 就不补了 补来补去太麻烦了 我干脆把它先注销了 好吧 先注销一下就完了 好 同学们我们执行一下 好 这个时候我们一执行了 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结果 根本想的是 有问题 这哪里写错了 哪里写错了 我们看这里 overload overload message的唯一是 我哪里面写错了 大家看 哪一句话写错 同学们 同学们看看哪地方我写错了 我们来看看哪地方写错了 同学们看看 这个地方的错误呢 同学们可以看到 错误的原因 人家告诉你第55行有错 其实就这 因为你这方式掉 你是掉自己主构造器 主构造器已经有参数了 所以语法上是过不去的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scaler在这地方写的 就大家要注意这个细节 那为了语法通过呢 我们先这样子传进去吧 好吧 name 然后再给他传一个 默认一个名字吧 好吧 默认一个年龄 比如默认年龄是100岁 好 这样子我们再来执行一下 刚才这个他不报错 还是有点讨厌 有点讨厌 好 我们再执行一下 走一个 诶 是这种的代码吗 是的 好 我们看看这个时候 执行的结果呢 就不报错了 看这里 person 没问题 employee 没问题 雇员的名字是turing turing 他返回这么一个信息 好 我们就把它输出来了 这个信息 就是我们想要的信息 好 同学们 那关于这个小案例呢 包括它的一个语法的组结 我们就说到这 给大家板述一下 好 这个就过了 这个就过了 好 那么关于代码呢 我给大家整理一下 代码 代码 另外一个呢 就是刚才我这地方的一个诗意 就能说明 说明 我也给大家整理到这里 大家把这个流程搞清楚就可以了 说明 好 这个流 这个说明呢 我就干脆用这个换灯片 这里面的 代码呢 我单独的给它沾一份 这是说明 这是说明 代码部分呢 我就把这个地方拿过来 大家到时候去看一看 看一看 也不难 也不难 好 我们将这一段代码 给大家办书到 这个笔记中去 好的 好的 我们截取一段时间